那今天再来讲一下这个磨豆机 我今天才用了已经差不多两年了吧 我现在才发现啊 原来呢 这个磨豆的出油度啊 它是可以是连续的 就是说 比如这里是4啊 4 对吧 这是3.5 我以前呢 试过了 用3.5呢 就太细了 然后呢 出咖啡呢 就是一滴滴出下来 但是呢 那如果用4的话呢 它又太粗了 那个水流水呢 就水流太大 当时呢 我还以为是 不可以在3.5跟4之间的 喝来茶发觉呢 是可以的 这次我试一试啊 原来是可以多 那就是在那个出油度 可以在那个3.5跟4之间的 这是连续的 就是说 你可以放在另外一个位置都可以的 然后呢 它的出油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就把这个出油度调好了 就像我现在所有磨出来豆呢 那个豆粉呢 那个出油度丝合的 所以呢 我这个 所以呢 我这个 就是这个咖啡 病啊 我就可以放在中间的位置了 就放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就不用 就不用像以前一样 一定要把这个 拧得很紧啊 就是放在中间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你的咖啡粉啊 那个出油度丝合的话呢 它那个水压呢 就是也是也是中 是中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就是不会因为你磨的风太细了 它那个水压过高 而从这边呢会露出来 对吧 而拧到你呢 那一定要把手柄呢 要渲得很紧啊 渲到135度这样子的角度 就不需要了 对吧 因为当你这个粉啊 咖啡粉膜的那个 就是出油度失踪的话呢 那个水压也正常啊 对吧 这样的话呢 你的手 你的你的手柄呢 也不用扣得太紧 就是放在中间位置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抹好 击好放这里 就中间也可以了 然后呢 它出来的那个咖啡也呢 像一条线一样的 很好的 因为当时我现在没拍啊 因为我已经喝完了 就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所以就讲一讲吧 OK